好 那我現在這邊要介紹 美來這邊一定要必點 明太子紅蛋 它就是 其實就是紅蛋 然後它裡面有加明太子跟柴魚 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你來現場吃就是驚為天人 哈囉 我是楊安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台中一間浮誇凍飯 大家可能聽過姓病味 不過我們今天來的這一間不一樣 它在中國衣旁邊 梅串爐上 要熟門熟路的人才知道這一間 我們已經來這邊吃過很多次了 所以就非常推薦給大家 就特別來錄一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的美食 比起姓病味我覺得這家 不管是海鮮的新鮮程度 還有就是餐點的創意程度 都比較好 推薦大家來吃 好 那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在等餐 喔對 它這邊的那一個 裝潢啊有稍微改變了一下 就是 它其實旁邊都是這種很日系 然後很 有點華麗的風格這樣子 比較 稍微凌亂 可是就是還蠻 蠻有日式風味 那重點在於說它這邊的桌子啊 然後看到現在是木桌 它以前的話呢是用那個什麼 鐵筒 鐵筒 對 它以前是用這個鐵筒 當桌椅這樣子 還蠻特別的 不過現在換成木桌的話 雖然沒有那個特別的感覺 可是就變得有比較好做一點點啦 對 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就等餐點來 再跟人家分享啦 它除了這個菜單之外 還有隱藏版 那一般的菜單的話就是分成有 手動啊 然後生動啊等等 然後也有這個壽司 跟握壽司剩餘片的部分都有 隱藏版菜單的部分 這個是他們最新的那個D套餐的選擇 以前只有A套餐跟B套餐 然後現在最新多了C套餐跟D套餐 D套餐是有生魚片 然後還有加上一個茶碗蒸 還有一個味噌湯 那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有太多人 來這邊想要吃的東西太多 又想要吃到生魚片 所以他們多了一個 有生魚片的一個套餐 那你可以吃到生魚片 有一個想吃到的其他餐點 它這個茶碗蒸啊 就是它裡面的料非常很多 它有那個蟹肉餃 然後還有這個你看 超大的魚肉還兩塊 然後大家就還有蛤蟆一些配料 然後我覺得它的這個茶碗蒸啊 就是它的味道不會像有的時候 那個茶碗蒸的粉泡的有沒有 就是那個味道很淡 它的味道其實還滿 炸蝦首選的部分 天使紅蝦味噌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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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蛤蜊味噌湯 蛤蜊超多的 Oh my God 吃一男子製燒鮭魚起司花卷 ok 你現在就入是不是 好我現在來介紹我的主菜叫 製燒鮭魚起司花卷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花壽司的型態 但它上面呢 就加了一個非常大塊的製燒鮭魚 那製燒這個東西啊 就是如果你沒有很喜歡吃生魚片 但是你又想要那個肉質很軟嫩 然後又有點熟的感覺 我就喜歡吃脂肪 對 這一家非常的不錯 你看它這肉非常的大塊 我有點夾不起來 看一下它的切面 對不到腳 你要點它 你點那個東西就會有 對 好 那你看它裡面還是有放那個熏肉棒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中間有一層起司 感覺很可口 這是要一口吃完嗎 有 7 有點 好 挑戰一下 應該只能吃半口吧 它這個鮭魚的肉很新鮮 然後跟那個 它其實有美乃滋跟那個起司的口感 然後就非常的融洽 它蠻好吃的 那一個小缺點就是 你如果沒辦法一口吃完的話 你看吃完就變成這樣 就比較麻煩啦 就是 吃上面是不太容易 對大概有這樣 然後它 一份的話 總共就是有八大塊 這個份量 因為它底下的飯其實蠻多的 所以應該是非常的足夠 它是一個主菜 那它在這個隱藏版的菜單裡面才有 那雖然說是隱藏版菜單 其實你只要翻開那個Menu 它上面就有一個隱藏版Menu 所以也不需要特別去問到 或什麼說隱藏版菜單是什麼 其實就在上面 對 因為來這家店才看得到那個菜單 嗯? 因為來這家店才看得到那個菜單 所以就要隱藏版菜單 你在網路上看不到那張菜單 所以它臉書上面有沒有 它應該正式的 就是官方的菜單是沒有那張的 哦 OK 好 那就是要到現場看那個菜單 才會有隱藏版這樣子 好 那先這樣吃吧 好 那我現在這邊要介紹 美來這邊一定要必點 明太島的紅蛋 它就是 其實就是紅蛋 然後它裡面有加明太子跟柴魚 嗯 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你來現場吃就是驚為天人 對 所以這個真的要現場來吃 就是吃過 你就知道說到底有多好吃 然後它會附這個很像披薩的這個切 切刀給你切 就可以切一片一片的 其實它如果要點這個明太子的紅蛋啊 就是 大概 三個人來吃吧 可能會比較好 那如果兩個人吃 又要點這個紅蛋 事實上那個分量會有點多 所以就是自己要衡量一下說自己的食量大小 那我就來吃一個 而且你剛剛的花卷還沒吃完 對 我的花卷還沒吃完 我剛剛擠的切沒有切的 裡面 滿滿的明太子 你可以吃到就是那個明太子 就是那個很小顆 小顆那個軟 爆爆的聲音 然後就是 因為其實它也是有加美乃滋的 然後雖然很燙 可是覺得真的很好吃 就是建議 來這邊就一定要點這個明太子紅蛋 這個是今天第一次嘗試的 叫做 好膽干貝丼 可是因為今天他們高海膽沒了 所以就幫我把海膽換成了蟹膏 也是很不錯 有點溫溫熱熱的 很鮮欸 然後來吃看看 它的這個生蠔的部分 是現炸的 所以有稍微等了比較久一點點 吃看看 很大顆耶 皮薄薄的 吃到很飽滿 很好吃欸 很好吃欸 我們來吃看看它的 飯的部分 整碗拿起來吃 對不對 嗯 它下面還鋪了一點點的 這邊 它鋪了一點點的洋蔥蛋 所以它的那個味道其實是很均勻的 因為它其他的丼飯如果是生食的話 一般來說會用醋飯 然後我剛剛本來想說 它這個不知道會不會用醋飯 結果它是用熱飯 然後吃起來其實 我覺得口感也還蠻不錯的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干貝 上面還放了 烏魚子 不是烏魚子 這叫做 松露嗎 松露嗎 不曉得 吃看看 它有稍微炙燒過 所以 只有吃到那個 生干貝的鮮甜 然後還有炙燒的那個焦香 整體來說都是非常好吃的東西 好啦 我要開始吃了 好那我們現在吃完了 我們今天花多少錢 1550塊 1550 那有那個 兩個主餐 跟一個 兩個套餐 兩個套餐 對然後還有一個烘蛋 明天是烘蛋 然後還外加了兩隻手捲這樣子 我覺得很棒 其實這家餐廳是 其實很多餐廳 就是你可能吃了 第一次覺得很好吃 然後第二次來會覺得 還不錯 可是可能到後來 時間久了 開始品質會變差 可是這間店就是 我們已經吃了 至少有兩三年了 就是一直都覺得 兩三年 就是一段段續續都有來吃 然後都一直都覺得 它的品質一直都維持得很好 沒有因為就是 紅了或者是人很多 然後品質下降 我覺得這是 就是開一家店 很難得的事情 就是品質沒有下降 維持著高水準 所以 就是會讓人 一直想要再來吃 再來吃再來吃 而且會想要帶朋友再來吃 真心推薦 不要再去吃杏冰味 不要再去吃杏冰味 杏冰味 杏冰味 你跑掉了 還沒講完耶 杏冰味 也還是有它的客群在啊 你幹嘛這樣啊 但這邊的話 就是比較難到達啦 因為杏冰味好像在那個 火車站那邊就有一間嘛 所以反正如果你喜歡吃這種 豪華丼的話 兩家都可以比較一下 我們今天還有很多的那個 生魚片的丼飯沒有點到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 不可能吃太多料理 可是這邊生魚片丼飯也非常的讚 就很推薦大家可以來吃 好 那就這樣子囉 拜拜 下次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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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